8 个 Point 还有 10 个 Point 有人跟我讲 Hello Everybody 欢迎回来我们的频道 我是 Dylan 背后的镜头是叫 Kelvin 今天我们要来带你看一间 新的单程半渡力 在 St. Ardyn 这一带 我们之前有介绍过 你们它的 Terraser 现在是介绍你们它的 Semi Detached 的啦 之前我们给你看我们的 Drone Shot 如果还没有 Like 这个 Video 还没有 Subscribe 的话 记得要 Subscribe 啦 现在我们就给你看一下我们的 Drone Shot 先吧 Done Sh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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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 我们今天要介绍你的这一间呢 它是在 BSTS 的前面这一边啦 所以这一边的话 它是 Casemidi 不过它是车房 这边是拆得到两辆车 然后我们就直接进来吧 因为现在还是 Construction 就看不到它的铁门 这些东西了 OK 现在我们进来 跟你讲一下 它这个屋子呢 是一个 3 plus 1 就是三个房间加一个 Study Room 或者 Store Room 这样咯 OK 来 我们进来吧 哇 OK 你看它在这边 有两个很大的 很大的 Opening 这一个呢 其实是它的窗口来的 所以很大很大 然后大门这边呢 是这里进来啦 OK 这样进来 所以你的客厅的阳光呢 就会很充足咯 插头来讲 它的 TV Cabinet 是坐在这一边的啦 所以你看它的 插头全部是在这一边 然后 这里就是我们一个 很大的 Living Room 咯 你看它还蛮大的 你沙发都可以放很多 在这一边 可以放在这里 不能啦 这边是走路啦 是坐在这边啦 OK 叫我们进来 进到来这边呢 它就有两个房间 一个是 Bed Room 一个是我们的 Study Room 这个车房这边 看得到的话呢 就是我们这边 就是刚才 Carport 这边 它会有一个 很大片的镜子在这里 OK 镜子在这边 然后房间的话 也是放得到 一个 Queen Size Bed的啦 OK 然后这边 旁边这一个呢 它也是会有自己的 一个窗口 也蛮大的啦 你看 然后这一个呢 它们就是 as a Study Room 不过我觉得 放那个 Single Bed 也是可以放得到的啦 OK 这是我们的 Second Room 然后我们出来这边 这个就是我们的 Dining Area 其实 OK 你们的 Dining Table 可以放在这边 放一个圆座啦 会很刚 如果 因为我给你们看一下 这边先 这里是我们的 Kitchen 它就没有 Fern Dry and Wet 不过你可以看到 它这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窗口 所以是很漂亮一下啦 所以 如果你们觉得 炒东西 会有很多烟的话 可能你们以后这边 可以做一个 Partition 这样写出来 这边就可以做一个 Partition 然后 然后 It's either你们的 Dining Table 放在里面还是放在这边 放在这边的话 又好像有点太小 所以我们看看一下 找 Interior Design 帮你 Interior Design 帮你量一下吧 OK 这样我们这边过来 就是我们第三个房间 这个就大很多 然后它也是会有自己一个窗口咯 它窗口都是蛮大的 四四方方很大 OK 你看 也是放到 Queen Bag 对 这个也是放得到 Queen Bag 然后我们的洗手间呢 就在这边 这边它看过去还蛮大啦 反正还是在做着 Construction 所以看不出 也不需要看啦 就 standard 的一个洗手间 然后这边就是我们的 Master Room 了 OK Master Room 这边 也是很大一下 你看 好的 嗯 然后 Master Room 的话 就会有自己的洗手间 然后这边有一个 超级无敌大的窗口咧 你看 OK 这一边呢 你要过来看一下这里 这边我就其实不知道 是要哪放什么啦 你看 这边它会有一个 一个 Space 放洗衣机 放洗衣机 所以 我要看一下它的图啦 其实 我就不懂这边是哪做什么的 Anyways 有兴趣的话 我们来 View 的时候 再跟你解释啦 好啦 然后这边旁边呢 就是我们 Master Room 的洗手间 Master Bath Room 啦 从这个厨房这边出的啦 OK 从这里出去 所以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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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OK啦 这样大概出来给你们看一下吧 呀呀呀 OK 大致上就是这样办了咯 有够废我 OK啦 这样这个就是我们大致上的样子 你看了一下了没有 看到了哈 我们后面的一个 D OK 所以现在讲完了 就给你一个 Conclusion 吧 In Conclusion 我们这一间单层半度力呢 是在 Sanadin Phase 2 就是靠近 就是 BSTS 的前面啦 它是一个 3 plus 1 还有一个 2 bathroom 的 unit 它现在这个价钱呢 啊没有 它的 LAND Size 来讲是 8.38 point 价钱是卖538千 如果你们对这间屋子有兴趣的话 或者想要看的话 可以联络我的 联络我 电话号码在这一边啦 它这一间呢 我们的 Estimated Completion Date 是在 2023 年的 Q2 to Q3 这样就可以 交所思了的啦 这样我们今天的 video就到这里 喜欢这个 video的话 记得要 Like 把这个 video Share 出去给你们朋友看 还有 Subscribe to 我们的 Channel Until Next Time Bye 我们下期再见 点赞 7点 3点 6点